你还记得惠民大师是如何逝去的吗 一平和莲家在前进的过程中 遭到了更多触手怪的阻挠 莲家为了保护一平身负重伤 他忍着剧烈的疼痛 吃出纳罗无双华 解决掉了眼前的触手怪 随后便体力不支倒了下来 莲家让一平不要管他 赶快去打倒邪恶的施华 一平当然明白莲家的心意 于是独自一人继续赶怒 此时的施华并没有闲着 他对天空殿又释放了更加强大的黑光流 惠民大师和僧人们组成阵法 用尽所有光流来抵御这股力量 可施华的力量实在太过强大 最终这群僧人全都壮烈牺牲 而惠民大师本人 也在美丽几乡天翼方后 就这样逝去了 回到易东宫这边 莲家利用羽毛赶去光流 总算找到了比加拉本体的位置 比加拉操纵出手 释放出腐蚀液体攻击几人 巴布众们则各自食出绝招 在他们的合力攻击下 比加拉终于被彻底击败 不过比加拉临死前 释放了自己谨慎的力量 这让利加等人失去作战能力 无法支援易平 比加拉死后 一顿弓恢复远样 易平不再受到阻拦 当他来到施华的所在地 阴魂不散的阿凯 又出现在易平面前 两人在交谈时 易平感受到惠民大师逝去 不禁伤心欲绝 之后破坏神施华出现 易平健壮准备使用凡天神甲的力量 但施华却说 易平现在还不是凡天完全的继承人 无法发挥神甲所有的力量 接着他说出了阿凯 被转身为阿拉神族的原因 一万年前 当修罗王和夜叉王被选为继承者时 施华利用被封印前的一刹那机会 将黑光流的种子 放进了夜叉王的体内 只要夜叉王转身到天空界 他身体内的黑光流便会决醒 施华还说 每个人都有着邪恶的一面 黑光流不过是帮他将黑暗的一面 解放出来而已 而阿凯更是感谢施华 能解放自己体内的黑光流 得知真相的一瓶非常愤怒 他和阿凯又展开了一场宿命对决 一旁的施华则静静地欣赏着 这对昔日好友自相残杀 越来越多的黑光流 从一栋弓弓释放出来 即将天恨着这股邪恶的力量 他下定决心进成惠名大师的遗志 不断释放出体内的光流与之对抗 一瓶和阿凯的战斗越发激烈 异常愤怒的一瓶 不断痛走着曾经的挚友 他的身上 不斤一间也浮现出黑色光流 旁边的施华怂恿一瓶杀了阿凯 一瓶这才意识到 自己差点被黑光流掌控 运动向他冲过来的阿凯 一瓶放弃抵抗 任由对方用剑刺伤自己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最后的决战即将打响 阿凯问一瓶为什么不躲开 一瓶说如果因为憎恨而杀了力 那就等于认同了体内的黑光流 说完一瓶便倒了下去 倒在地上的一瓶发出耀眼的光芒 这道光芒让阿凯痛苦不已 从他身体里剥离出黑色的影子 随后消散在了光芒之中 不知为何 一瓶的伤竟然愈合了 而此时阿凯也恢复了以前的样子 一瓶激动不已 现在他终于可以和阿凯并肩作战了 两人一起冲向破坏神施华 尽管他们配合默契 可施华的力量太过强大 两人根本不是对手 阿凯用身体掩护一瓶 一瓶趁机穿上了凡天神甲 施华剑撞倒也不慌 他使出一招 将阿拉成族的士兵 全都吸收为自己的力量 有哈巴赫直昏内行 无数黑光流涌入四花艇内 一瓶和阿凯仿佛看到了宇宙万物的力量 生死关头 阿凯之初手中长剑刺中四花 并一无反过挡在一瓶身前 随后就这样在一瓶面前逝去了 看到好不容易恢复的阿凯 就这样牺牲了 一瓶心中无比辈分 这是一团光芒将一瓶包裹 空中传来了阿凯的声音 他让一瓶不必难过 都怪自己没能逃过黑光流的诱惑 犯下了无数措施 这都是自己最有应得 现在他明白了 为何自己会和一瓶成为敌人 以及为什么他们都是凡天的继承人 他和一瓶就像光合影 光背后有影 影前面有光 两者合到一起才是一个整体 只有当自己成为一瓶的影 一瓶才能变成凡天真正的继承人 就这样 阿凯的灵魂和一瓶融为一体 一瓶终于可以发挥出凡天神甲的全部力量 他告诉世华 如果这是自己和阿凯的宿命 为了阿凯 他不会再落泪 但有句话一定要讲 那就是失败的人注定是世华 虽然每个人心里都有黑光流 但只要抵抗住这种邪恶的诱惑 便不会堕入黑暗 而世华却沉溺于黑光流 出卖了自己的灵魂 他才是一无是出的弱者 这番话彻底激怒了世华 两人各自使出全力攻击对方 在这轮较量中 一瓶的凡天神甲被打得很碎 而世华虽然遭到重创 但他似乎变得更加疯狂 不归一切地扑向一瓶 一瓶念动咒语 使出阿凯的绝招 疾风魔狼剑 世华硬抗住攻击 用手掐住一瓶脖子 危机时刻 一瓶把珠插在世华身上的剑 狠狠地刺向对方 紧接着他使出修罗魔破拳 打在世华身上 可能是因为他和阿凯的绝招相互呼应 世华点点的黑光流 不受控制地往外涌出 令最终将世华彻底吞噬 而易东弓则随着世华一同毁灭 天空界终于恢复了久违的和平 虽然阿凯吸收 但他的灵魂会永远陪伴着易品 至于巴不重的故事 并没有就这样结束